溫州數學名人館 欸免費開館啊 蔡天文 李傑翰 可以啦 可以可以 應該是可以 亂加名字 欸哪有那邊有好不好 為什麼我也特別建一個 溫州級數學家的人 三分之一的數學系主任是溫州人 喔在某一個 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科學院的數學院 是中就有九位是溫州級 那我 我要移民來溫州啦 這樣就要移民溫州 對啊 他還有講解詞 你是把他讀的嗎 數學家之將 陳審 身體 陳醒生 陳醒生我也知道他是誰 他誰 蛤 也是一個數學家 很有名的數學家 那還活著嗎 應該都不在了吧 陳醒生 20 好像還活著耶 來你看 這還有這個 什麼 掃碼要幹嘛 介紹嗎 然後導覽 你看 這麼一個都也 好 那他們有什麼 貢獻嗎 調和分析 調和分析 harmonic analysis 我也有做這方面的研究 喔 你也有 調和分析 Pathetia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也有 偏尾分方法 好啦好啦好啦 自幼喜歡數學 考入清華大學 歷任清華大學 副教授 教授 1955年 考入 台北的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耶 他等於來我們台灣 念大學囉 研究的專程是 微分幾何 拓 普 變換 群 成功課 困擾 學學380年之久的 凱普 肯樂定理 下午中 1953年也是考入 台灣大學數學系學系耶 1980被選為 第十三屆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原來 温安有聽過他們就是 會不會就是因為他們都在 台灣大學念 念學士呢 real HP Space 喔你以前有讀過這本書是不是 沒有 這本書是天書 什麼叫天書 只有 凡人無法閱讀是嗎 只有 你知道HP是什麼嗎 HP空間是什麼嗎 我知道我只知道HP電腦 沒有 天書這本書 會被你講成天書喔 我也想拿到博士 我也想當賽車掃 我也想當數學老師 我也想當YouTuber 你已經數學老師啊 你已經是YouTuber啊 也是啦 那我擦 賽車手我也當啊 對啊你也當啊 所以我現在只剩 博士 好 老師 幹嘛 怎樣 我朋友他最近會 我朋友他最近會 我搞不去講 華羅庚 很厲害 華羅庚鑽 這個真的 這個故事真的蠻屌的 我要講嗎 我要講華羅庚鑽嗎 可以啊 可以講一下他在幹嘛 中國近代數學家 他只有國小畢業而已 可是因為他很喜歡算數 他在幫他家裡固定的時候 都在櫃台在算一些人家看不懂的東西 有一次有一個大學教授在報紙上 看了一個他的研究理論跟成果 結果華羅庚看了那個報紙以後就覺得 他中間有錯誤 他寫信跟那個教授講 然後教授想說 哇 這個人程度一定非凡 就去找他 沒想到他才小學畢業 還在家裡看電 對啊 對啊 那怎麼辦 他就把他帶到就是北京大學去 本來要讓他直接念大學 但是因為他只有小學畢業 所以他只好讓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面 擔任管理員 因為他沒有學歷嘛 他沒辦法念北京大學 結果他花了兩年時間 把數學系系館裡面的書 全部把它看過一遍 有一個當代英國很有名的數學家 叫做哈蒂喔 還是哈代 我忘記了 很有名的數學家 他到中國大陸去演講 那到中國大陸演講的時候 他就是在那個大會堂演講嘛 那台下很多數學教授在聽嘛 就聽他講什麼 結果那時候哈蒂亞就 當場問了一個問題 就問說 欸這個問題有沒有人會 在場很多數學教授 啊他只是一個北京大學的工友而已 他坐在樓梯間 坐在樓梯間那邊旁聽 把手舉起來 我會 後來他就被帶去英國劍橋大學念博士了 你看 很厲害 華羅庚欸 哇 這麼厲害 啊這 這邊有李杰漢啊 什麼東西啊 連個姓李的都沒有 有啦 人家前面有啦 哪有哪有姓李的 有啦 都沒看到 這個啊 邱成童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嗯 邱成童是維厄 兩個華人數學 華裔數學家獲得過菲爾茲獎的 菲爾茲獎就是數學界的諾貝爾獎 對 諾貝爾沒有數學獎 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叫菲爾茲獎 這 邱成童跟那個 陶哲萱 是維厄兩個獲得菲爾茲獎 哇 而且菲爾茲獎只頒給40歲以下的年輕數學家 所以換句話說 他頒給的人全部都是天才 好 華人就只有這兩個獲獎 一個叫邱成童 一個叫陶哲萱 哇 李杰漢因為他沒有 很認真念書嘛 對不對 所以就錯失這個獎項 對 因為我已經41歲了 哈哈哈哈 很酷耶有沒有 對不對 啊 紐約時報稱奇 數學王國的凱撒大帝耶 哇 紐約時報稱他 對啊 跟我這數學界的莫札特有的話 哇 哈哈哈哈 華洛庚一定要講一下 我剛剛還忘記講他怎麼離開的 什麼 他怎麼離開的我還沒講 好 他去東京大學演講他這一生的一些研究成果的時候 然後到演講結束的時候 全場如雷的掌聲然後他就站在主獎台上 然後他突然就坐下來 然後就死掉 你看 欸 這麼傳奇 對啊 可以在大家鼓掌中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坐下來然後就死掉 你看 很光榮耶 也太誇張了吧 很誇張喔 超酷的 所以你想要住三合院是不是 有啊 你不是說沒有姓李本啊 哪沒有 有啊剛剛有個李治啊 喔又多一個 李瑞夫 喔這個還蠻帥的喔 原名李潘 溫州 昌南人